就是你有在美国求学过 然后也比较了解说国外历史 就是整个历史界的一个 应该说是过程嘛 所以说我们是想要聊从东海出发 然后再借由老师您讲给我们的经验 再去更广泛了解到原来除了我们东海历史之外 还会有在外面会有什么样的天地 所以题目我们简单概括的话就是世界与东海 所以我们先别谈到就跟东海 因为你这是跟孝子有关系的嘛 所以不是我个人是你焦点不要弄错 是跟东海有关系的 然后东海就从我到东海之后 我看他的变化是什么 应该重点一个这个地方 那我的看的变化跟别人老师看到变化是不一样的 他们可能有他们不同的想法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交叉的 比对的方式来思考 我觉得看他好像后面这 后面这跟我比较有相关 对不对 第八题那边 对吗 对对对 看到吗这个还好 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我们先先 我们先先讨论一下那个好了 刚回到东海交出时候的话 东海有什么落差 教学方式 求学氛围 学生素质 然后 跟他说 我想起来哦 我一回来收到话呢 然后去文学院 那时候我们一直去在文学院 然后去的时候 我去上那个文学院的厕所 天啊 这是我在大学生大学时候的厕所 一抹一下 完全没有变 那个是蛮震撼的 就是现在那个文学院 他是一个锁住的厕所 还有旁边不是有一个开放式的 然后那个 一个小房子 对 原汁原味完全没有变 可能有一些水龙头现在里面有变了 我刚刚回来的时候的话呢 就完全没有变化 现在里面水龙头有能打开 然后有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 但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也就是说你看看他那个东西 我在1970年代那边念书 然后他维持完全不动 那个震撼 然后因为在美国那个他们厕所是非常干净 然后这个厕所是一个文明的指标嘛 所以到厕所去你看的冲突会蛮会蛮大的 然后想说 哇 怎么还要做原汁原味 这样的东西 那个那个是我蛮 蛮 蛮震撼的 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然后刚到的时候的话呢 也没有没有研究室啊 然后 那时候 因为到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那个 文史者三个系呢 全部在文学那边 这栋大楼还没有盖 嗯 这栋大楼那时候 以前叫做 叫做 V大楼还是什么 市厅大楼 市厅大楼 汉堡德先生 市厅 或漏税 那是市厅大楼 所以文学院 文史者都在那边上课 那 有好处 就是说 三个系的老师呢 常常会交流 嗯 他们有去交流 那个交流 我觉得 现在想起来 蛮 蛮好的一个感觉 因为有时候会跟中国系老师 会过来跟我们聊天啊 对啊 然后那时候我又刚刚来 然后 趁那个机会可以多认识其他系的老师 我觉得我觉得那蛮好 然后聊一聊一些问题 我们这些前辈们 有些想法 然后 因为我们是一个 中年也刚刚到 看看那些前辈的老师 那些想法 然后 听听他们的一些 谈戏里面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 蛮开心的 那是蛮好的 蛮好的事情 硬体跟软体大概 只是用这种情况 在那个 在教学方面 因为那时候刚回到台湾来 因为我在美国时间太长 而且几乎 有一段很长时间 几乎完全没有离开 所以回台湾之后 平常心讲 就是一个美国人到台湾那种感觉 因为你的思维 几乎全部的思维 包括而且在前论文阶段的时候 的话 几乎全部都是用英文在思考 那 回到台湾这个社会 你再讲的话 几乎所有的 所有的行为方式 就像一个美国人 到台湾这样的方式 所以包括我的上课的 准备的笔记什么东西 全部都是英文 那我也没办法 一下子用中文来表达 然后用中文来那个 所以我就 就用 讲的时候是用中文 但是 准备材料 全部都是英文 那我想同学们应该会有蛮大的压力的 因为 即便说我使的材料 都是用中文 用英文在在写在上面 因为打字 比较比较 方便 然后比较快 那时候电脑又非常的贵 有电脑的不太多 所以那时候 系里面好像有 我忘掉 我怎么要有一个部电脑 认识 可能这只有电脑 是怎么来的 我现在忘掉 然后这些东西 后来我用科技部的经货去买 那时候一部电脑 像4万块台币 很贵 所以到时候全部是用这种方式 而且可以用电脑打中文的人又非常少 因为用中文用电脑打英文就 那时候已经 电脑已经很少 所以你用电脑打英文 也不是 不是很普遍 然后 刚好我会找到有些软体 刚好可以用中文可以用 所以 那时候用中文 用电脑打中文的人 非常非常少 所以 但是又很慢 因为 那时候的PE输入什么都 很慢 变化了很多 不像你们现在用Google PE什么 很方便 在那时候 还可以用讲话的 讲话的 就是语言搜 语言搜索啊 不是他语言的 中文的输入 那个 key in的输入 跟现在的不太一样 而且要 麻烦嘛 所以那时候 我可以 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当时候这个 对学生可能 把它冲击 然后另外就是说 要把这一学习要上的课 全部都排好 但是在东海 几乎也算是 创举来 比较少人 这样子做 因为在 美国上面那个 syllabus 课程大纲 就是这样的 建立起来 嗯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学生的数值 相当的好 那 进来东海的时候 尤其前面 前面十年 我觉得 相当的好 但是我们现在要求很严格 所以 现在回想起来 对他们有点不太公平 老师会不会是因为那时候是小班制 我说在教书的时候 在东海教书的时候 没有那时候已经大班了 是喔 那一班大概多少人 一班都有五六十个人 那么多 那跟现在差不多 现在六七 对 因为你们有很多转系的 然后转校的 外籍生 那时候差不多 跟现在差不多多少 你看我们那时候有学生 他毕业 从东海毕业之后 回香港教书 他可以考到香港的那个 中学老师 这么厉害 香港中学老师多少钱啊 一个月的薪水 差不多台并二十万 所以 很好啊 我们上次不是有个女同学 要回到东海来 然后 他在这边在 请他的课堂上面 讲他东海的经验啊 讲 讲到都哭了 他说很感谢这边 使学方法给他的训练 然后 对他后来影响了生意 所以我们那个 那时候的训练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的 所以当时候就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在 美国交出的情形 那 我比较特殊 因为我 我在 在练书过程当中 我是在历史系 不是在 东亚 东亚说 你们看不出来的吧 你看看台湾很多人到美国念说 他的学位 他的博士学位 都是在东亚所 在历史系列不多 那这两个训练不太一样 在东亚研究所 在东亚研究所 那这些 政治学跟社会学的东西 所以我的训练的过程跟 一般历史学的训练老师 有蛮大的一个区隔 对吧 对吧 因为我的那个minor 我的那个 这个minor 然后我们有major 是历史学 我还有两个minor 我的minor的话 是政治社会学 政治学跟社会学 对吧 所以我上了蛮多政治学外面的课 有像那个 吴钊燮 现在我们那个 驻美大使吴钊燮 他的老师 那个little 他也是我的老师 我跟他上过 三门课 他对我印象蛮深远 我觉得 他上课教书的方式 对我印象蛮大的 他很会教书 我觉得他是在我 求学过程当中 在教书的方式 不是做学术 教书的方式 因为他的典语是 东南亚 他是印尼专家 我不是印尼专家 但是他上课的方式 然后 还有政治学东西 对我启发很大 所以我很多政治学的基础 从他那边训练起来 我也上了社会学的课 社会学理论的课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著作 你们大概没有人看过我的著作 有 我有看过 所以你看我的著作 里面我有很多 很多政治 社会科学外面的东西 都是在那边 我在社会科学方面 用了蛮多的力气 另外就是 我这个历史学的训练背景 跟他们东亚的训练背景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我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上一些东南亚的课程 我上过泰国史 我上过印尼外面的东西 东南亚外面的课程 就是跟Liddle上的 Liddle他是东南亚专家 所以他很会讲 他可以把很复杂的东西 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 对我影响的很深夜 他上课的方式 我也很喜欢 他因为他有很多外国学生 他知道怎么样 应付这外国学生 把他们 不会教授会 这个对我冲击很大 那 除了这个之外 我跟张浩先生 在那边学习的话 我自己 他一开始就要我 从伪伯入手 一般的讲说 在中国史名 应该从中国经典那边开始 要我从伪伯那边开始入手 他可能跟他在哈勃的训练 有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 对我后面的 从社会科学方面 去整合 这个 历史学方面的东西 这两方面的资源 从 张浩先生这边过来 还有从那些 社会科学那边过来的东西 一直 影响到我 整个发展的过程 这个东西呢 在我教学当中里面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史学方法当中里面 有很多 这种社会科学的东西 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因为我的 训练跟这个 是这样的 不是一个东亚系的 训练 这样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差异 历史学 在美国的历史学 不台湾的历史学 在美国的历史学的训练 当然我还有 上过一些他们 他们 他们史学方法的课程 那么还有上过他们 这些 方法方面的课程 还有一些 这个 西洋史方面的课程 这些东西 构成我自己 在东海上课的 这样一个 面貌 老师那请问就是 您当初是有 计划性的把 美国经验带到 东海来吗 但我没有这样子做 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不肯把 全盘修化 不太可能 但是 你怎么样融合 因为毕竟 我们的学生 他们的英文 没有 没办法 到达那样的水平 但问题是我当时 准备的材料 纠缺都是英文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中文东西 必须慢慢慢慢 去建立 而且我离开 亚洲那么久 我仅仅有 整整有十年的空白 对台湾十年的空白 当然我接触这种 报纸上面接触 但事实上 还有很多的落差 比如说像 韩国瑜的崛起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 韩国瑜那个人 在那时候 他是在 八零年代的时候 八零年代的后期 解缘 前后的地方 他开始出来当立娃威 我对他们那一段东西 我完全完全都没有 就不知道 所以 我有一段那样的空白 有点像是失忆 这种感觉 所以台湾的流行文化 那些东西 我在那十年当中 我们都整个 整个八零年代 我几乎 这东西 吃了没有 那时候 尤其什么 什么 有人有看一些 录像带 然后说有 一些录影带 然后 什么 那个 龙兄府地啊 我们只能去租 租那个录影带来看这样子 我在历史系里面 担任了 两任主任 后来又在文学里面又代理了 主任 第三任 第三任 基本上就有两任 两任的话 在 我看一下哪一年 2007年 2007年 2007年去担任文学院院长 当时候是由 前任的院长 宁再庆 宁再庆院长 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是美术系的教授 当时我们美术系的音业系 是在文学院里面 到我上任之后他们才 分出去 然后变成创立学业 是大概是这样 然后 那在 当历史系主任的时候的话呢 我 常常协助那个 林院长 他 帮助他 规划一些 关于文学院里面 未来发展的情况 他也蛮 对我蛮信赖 常常把一些 规划案的话呢 请我帮忙 然后我也帮他去 策划 然后也执行 有时候派我参加一些什么会议啊 等等 然后 那 所以他 所以我等他一接任 他推荐我 接这个位置 所以我一接任的时候 跟他可以无缝接会 我很清楚他要想的那些 对文学院规划的蓝图 那 有些东西呢 他是一个 精力充沛的人 行动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记忆力非常的好 我是望尘莫及 那 那 我知道我自己的限制 有些东西我不能做啊 有些东西我可以做 有些不能做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他当过馆长 这个美术馆的馆长 所以他有很 很强大的这种 行政的这些经验等等 做这么大的东西 那东西 要去做一些资源的支配 你没有那么多资源 要进行这些东西是有困难 比如说当时他建议要做 去下面呢 像什么东海六十三号 那边 四十三号是不是 东海六十三号 那边也希望能够去 争取一些空间 然后来做一些 博物馆啊 等等 那 我这想法很好 那么 我也 我也接受这样的想法 但是 要去执行 你的 经费 能力 有没有 所以 我一开始并没有很 激局的去争取那个房子 因为 你争取到之后 接下来怎么弄 你想清楚要怎么弄 所以我去做什么呢 我先去考察 我去台北考察 我去考考察 全部的纪念馆 怎么运作 他去考察 林义堂纪念馆 怎么运作 都在阳明山嘛 方面 我考察之后发现 不得了 一年要花六百万 最少 那时候 那时候 一年要花六百万 那你学校怎么可能 一年给我六百万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台北市政府 给他们经费去 他聘个人在那边 有员工啊 什么等等的东西 那我想想 哇 这个东西 不是只有空间而已啊 你马上的运作什么东西 你没办法运作 因为不是说 那个 他必须要有不定时的 展览什么的东西 未来我想想 在我还没想清楚之前 我不能冒难去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东西呢 是 是有规划在进行 但是有些东西你要想清楚 他能做的 你未必能够做 然后 你如果做不到 你必须要忙 来做这些东西 那我集中心力在做什么 是把林院长 当初文学院 破话的东西 就是文创学程 那我花了蛮多的力气 我那时候花了 大概有一两年时间准备 然后 甚至到美国的时候 也去访查 然后跟很多的前辈 讨论怎么样 做文创学程 然后 涉及的东西 因为 当时我可以看到 文学院也面临到一些 各方面的挑战 就是说 你传统这个东西来讲 那么呢 已经 有一些 掉漆的 大概除了你台大 市到政大能够维持这样的一种 规模之外 其他学校 你要维持这样的运作方式 大概都蛮有蛮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 以我们这个 这么小的资本额 这么小的规模 你怎么样能够 能够 产生 这个 新的 这个方向 那么 当时候 米赛庆验照 他 在是 在山的在 米是那个 那个 泥框的米 一而在的在 气是 三点水在一个心 又被一个心上的心 米赛庆验照 那时候我就想 怎么样来 规划这个东西 那么花了蛮多时间 规划然后慢慢把它规划成这个学程 这个学程到现在已经运作了好几年了 就还在运作没有关掉 那还在 还在 蓬勃发展当中 尤其是我们 有两门课 后来我自己卸任的那个 那个院长 我做了六年 一些学生说 我亲自 但是那时候我在当院长说我没有空 规划历史系的部分 我只能协助 这个 中文跟 尤其是中文外文 然后他们 然后这些老师们 设计这些课程 这些老师很像参与比较少 中文系的老师 比较多 实际那个历史系 的话我们没有 太多的投入 我是自己 卸任的院长 在 2013年 2013年我卸任之后 他自己 亲自来开 这两门课 口述历史 跟历史记录编制作 然后 那么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是灌注力气的话 他一定会完蛋 你很多想法是灵光一闪 但是你怎么执行 把一个想法怎么执行 implementation 我们政治学讲implementation 那个执行 是非常难的 你看那个小英就是这样子 蔡英文这样 其实他有很好的想法 他执行当中有很严重的落差 比如说他農業政策 他说他要把农业 比如说打国家队 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想法非常好 结果做出来东西 跟台东方做法 落差非常大 所以一个 一个执行者本身来讲的话 你有好的想法 怎么去执行 那也是蛮难 那么我在这方面 我在一直在 担任行政过程当中 一直在很注意 这种执行力的东西 执行力先知道 怎么样把各种职业 整合在一起 你去找各种职业 然后跟你的意志 跟想象 然后动员别人 然后认同你的想法 然后来执行这个东西 这个是有些难度的 你们现在都有很多想法 想法灵光一闪 那怎么执行 所以为什么我们课程当中 常常要做很多作业东西 那就是你们的各种整合 那整合不是说 只有知识整合而已 你怎么跟人整合 对不对 因为人里面一定有菜单屋的 你不是每个人都被拍手鼓掌说 很棒 都是拆烂屋的 你怎么决定有个问题 所以 那个东西 那个课程当中 也是有很多的训练 你回到东海教书的契机是什么 契机 嗯 这个很好 我在Ohan Stadium 书的时候 然后有一位 那个师长 叫做李文郎教授 社会系的 李文郎 李文郎教授的文 狼是那个 那个 狼士林的狼吗 狼军院 对 不是那个 不是罗特邦那个狼 一个月子旁那个狼 哦 他是我们东海的校友 他是在Ohan Stadium社会系的教授 我正在一边来讲的话 我在Ohan Stadium八年 有两位老师是 大概是往来最亲密的 除了我的指导教授 张浩教授之外 就是李文郎教授 跟他的原因 因为我很多很多在那边的一些认识 东海的校友都透过他 然后呢 连接起来 因为他是 东海的校友 所以很多在东海在那边念书的学生 就自动就会跟他结合在一起 那李老师来讲的话呢 是他张化人 他是个亲和力非常高的人 记忆力又非常的好 跟台湾的连结又非常的深 对东海的那个 那个 同学啊 或是什么 过去念书 都非常的照顾 所以他也是在那边 我们的东海的精神领袖 那他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 我们去他家里 他聊天 也说外面在下学 一聊 然后他们太太都 这个李师母都受不了 我把你睡觉了 他聊到 一两点 然后精神化 越想越高兴 我们已经都不行了 说不行了 所以我们要退下 他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们对他来讲的话呢 几乎是 请他帮忙的 几乎是有求必应 所以是一个 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 很可惜他 20多岁就过世了 他那个肝癌 跟那个 你看跟刚刚那名院长 明赛系院长一样 肝癌过世 他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 在台湾西岸 有蛮多人得到那种 那个肝癌的情况 所以 非常可惜 嗯 那 我去找他 那他呢 因为是东海的老校友 非常接触到这个校友 所以跟东海的这些 上层的话 有很多的沿细 啊 尤其他跟梅可旺校长 他认识 所以那时候的话 我快毕业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跟梅校长 推荐我 那梅校长就是说有 因为他 在美国的大学教授 声望蛮高的嘛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然后又是 就是他已经是 资深教授 所以 啊 对他的这个 建议也想应该有我们他的价值 所以 那另外他又认识我们 这个历史系的这个 古宏廷老师 古宏廷老师是我哈士地毕业 所以他跟他也认识 我去的时候那古老师已经走了 那古老师比较资深 跟他也认识 所以透过他呢 也跟他有跟古老师有建议 透过这些关系 然后他们在跟这个当时的院长是 呃 呃 呃 李世宏老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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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我们去那边老师几乎都差不多认识我 所以这是机缘 所以他是有很多的机缘 这样起来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找工作不是说什么 一个东西公开然后什么申请 那时候没有 那种东西都是 都是个人的关系在那个 你没有个人关系 几乎 不太可能 不太困 有点像师徒制 不是 就是说那个是找工作来讲 他不是一个说 哦我在工作要找人 然后什么对外公开 啊 去征聘人 有些地方有 呃 很多地方他们都是 私下啊 然后要找一个人 然后多多多打听啊 怎么样的 这样子 因为他们怕找一个人 然后不认识到时候 拆了我啊 什么样的东西 这当时的进动来是 因为这样的机缘 很简单 所以李老师是个很 李文朗教授是个很关键性的 人物 因为 呃 我常常找他嘛 我就 那时候早上他就是 开了大门 接待我们的学生 这样子 所以 就几乎像自己的那个 像亲人那么亲密的关系 然后去那个 他永远是 笑笑的然后接待我们这些 年轻的这些学生 所以 所以他 应该是个很关键性的人物 当然还很重要就是 这些 我们历史系的老师们都 大部分都知道我 所以 有些人是 长辈 譬如说当时候的 像古老师 那时候我是不认识的 其他的老师的话像 本系出生的老师 像 陈锦忠老师啊 等等 这些啊 德沙巴老师啊 都以前都认识 像陈锦忠老师 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就跟他有一些三拨课 所以他算是 算是 学长啊 等等 那其他老师上 赵忠王老师是我的同学 他们他也认得我 只有像林东阳老师他 他不认得我 他是后来 到这边来了 大部分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来讲的话 在东海 相处得很愉快 就跟那些老师们相处得很愉快